你好,我在帮你捐窿捐,找便宜日省家人 今次我和大家讲一下一个topic 就是关于听力损失 什么为止听力损失呢? 就是说我的耳朵,我们的耳朵 已经慢慢不可以接收完整整所有的声音了 可能生活上会带来我们一些不便 首先让我们讲一下听力损失可以带来的影响 无论是工作,社交,还是日常生活之中 听力损失都可能导致我们沟通发现有困难 社交有隔离,以至日常生活也受到限制 但是我们不用因为这样而觉得沮丧 因为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这些挑战 其实如果你有听力损失问题,这个是否很大件事呢? 其实又不是没有解决办法的 最重要是你不要怕去寻找帮助的 专业的听力测试就可以帮助你去决定 你究竟的耳朵问题去到哪里也有任何的问题 也都可以帮助你去provide一个适合你的解决方案 例如坐听器或者是一些其他辅助设施的 在省日一周,我会在星期四、星期五介绍西人超市唐人超市的特别特价 我也会不定期介绍一些餐厅和生活的小资讯 喜欢高达的朋友可以留意下我的模型频道快齐高达 请你们订阅、点赞、留言、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们怎样知道我们的听力是有问题的呢? 当你开始注意到你的听力方面,觉得有些变化的时候 这些可能就是你的听力问题的象征 但是很多人都不能够确定究竟他是不是有听力损失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用几个方法去看一下 第一个迹象就是当你日常对话的时候 你听的时候感觉都有困难 你可能会发现你自己交谈的时候 你需要别人重复地说多次他说的东西 或者在一些很嘈杂的环境里面 你很难听到别人说的对话 这一样就可能表明了你的听力有所下降 第二个迹象就是你的听力开始模糊 或者听到一些噪音 那你就可能会听到一些很模糊 听不清的声音,或者一些声音好像扭曲了 又或者你可能听到一些耳鸣 或者泱泱声,好像一些background noise 这一样都是听力问题的表现 第三个迹象就是当你看电视或者听广播的时候 你需要调高的音量或者十分之用心去听 如果你总是发现自己听的时候 总是想调大声些才听得清楚的时候 这个也是听力下降的警告讯号 另外一个迹象就是当你在社交场合的时候 你会感到孤立和不自在 为什么?因为你很难听到你旁边的人去说出任何的东西 你经常听到断下转下断下造下 所以令到你听得不清晰 从而感到有些孤立的感觉 这些都是听力损失的象征 在加拿大,我们怎样可以尋找到听力测试这种方法呢? 如果你们有家庭医生或者诊所 你就可以试下和你的家庭医生说 关于你听力的问题 他就会视乎你的情况 而去推荐你去做一些听力测试 如果你在安省 一般这些听力测试都是不用收钱的 你医生就可以refer到一个听力专家去帮你做的 另一个方法就是直接去找一些听力学家去帮你看一下你的问题 如果你上网搜寻一下 应该就会发现在你家附近都有很多这一类型的听力医学家 例如这家Hearing Life为例 它在加拿大也有很多分店 但是你要紧记 它们就像一些严厌的铺铺 会和你测试你的耳朵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它就会推荐一些Hearing Aids 一些助定器给你 做得这些一条龙服务 它们的收费当然会偏贵 所以你买之前都应该神类考量一下你有什么option 另外你也可以看看有没有听力保健设施 或者诊所在你附近 Google一下你就会找到 当然如果你有什么保险计划或者属于什么机构 你也可以和它们看看有没有听力保健或者计划 其实最主要你就要认清楚 你去寻求服务的机构 究竟是一个牟利机构 还是非牟利机构 如果是牟利机构 你就可以在它收费之中 想清楚有什么是真的应该使用 有什么是可以减少 好了 听力测试其实是用来评估一个人他的听觉的程序 通常都是由一些 audiologist 听力专业人士来进行 这些测试可以帮助他们去确定 那个人对于不同音频 和不同声音 他的听觉知感的程度 以至确定他听力是否真的有严重的问题 一般听力测试就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你会填一份问卷 然后听力学家就会阅读你的病历和问诊 很可能他们就会问一下 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些听力的问题 问题的严重性 多困难 和你身体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 接着他会和你做一个外意检查 他检查可能包括看看你耳朵 里面有没有健不健康的问题 或者有没有一些压力的问题 当然有可能他会做一个压力的测试 接着就会做真正的听力测试 这个测试通常就是会在耳机上面 播放不同的音量和不同频率的声音 给你去作出反应 你怎么作出反应 他就会给你一个按键 如果你听到声音 你就会按相应的键 从而知道 你对于某一个音频 某一个声音 你的听力究竟去到哪里了 他也有可能会包括一些人声的测试 例如你听到一个人他说一段说话 你就重复 从而看下你说的说话 是不是跟你听的说话是一样的 也有可能作为一个background noise的测试 在一些很嘈杂的环境去播放一些句子 看看你听到多少 当做完这些测试之后 你就会得到一个报告 而这个报告通常我们都会用一个 叫做听力曲线图去显示出来 究竟什么是听力曲线图呢? 听力测试之中 常常用到这一种工具 就叫做听力曲线图 Audiogram 这一种图表通常就是用来表达一个人 在不同的音频 frequency 和音量 volume之下 听到多少东西 通过这些测试 医生就可以用这个图表 估计一个人的听力 在图表的左手面 就是你的听力的volume 声量的大小 越低就代表越大声你才听到 越上就代表越小声你都听到 而在上方就是代表音频 它的高和低 你的耳朵在听低音频的情况 和在听高音频的情况 是需要多大声呢? 那究竟一只正常耳朵 它会点的图表显示出来的呢? 例如这只游耳圆圈显示的 它在低、中、高的音频 它都不需要太大声 它只需要0到10的音量 都已经听得到 这只耳朵是没问题的 这样如果你有听力损失的时候 图表又会怎样显示呢? 就好像蓝色这条线 蓝色这条线最告诉我们 在低频率500hz 它是需要用20的分贝才能听得到 即是说它需要大声少少才能听到 但是随着音频越来越高的时候 去到4000hz的时候 它需要去到55才能听得到 即是说它的耳朵在高频率的时候就有损失了 所以它的图表是会慢慢好像圆崖那样跌了下去 即是说当条线跌低过蓝色的位置 是白色的背景 大概25分贝左右 你就已经是叫做听力损失了 如果你跌得越低 你的损失就越来越严重了 那究竟这个图表对于我们现实生活之中 是等于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给图表解释一下 以下这个图表就是对应着我们现实生活之中 究竟哪些是高频率低频率 哪些是大声小声 首先我们看一下低频率有小声的声音 例如你的水喉滴水 它的frequency大概就是200frequency 音量只有20分贝左右 如果你都很清楚听到这些声音 即是你对于这些声音是绝对没问题 又例如树翼的声音 它是稍为高频率少少 因为尖少少的声音 但是它的声量又更加小 大概到零到十之间 如果你这样都听到 在中频率来说你都挺好意的 再高频率一些 就例如有个小孩在你耳边 慢慢地细细声地说话 你可能听到一些细细细细细的声音 这一类型就会比较高频率的 大概2000多左右 但是音量也只有20分左右 至于小孩哲哲叫的声音 这些相对地就比较高频率 也是相当小声的 如果你这样都听到 你耳边对于高频率 真的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你在这些声音量 你都听得到的时候 恭喜你了 你就会有一个很正常的耳边 你没有这个听力损失的问题 至于中音量来说 九肺声都属于低频率 而吸塵机VV声那些 就属于比较高的frequency 但是音量都仍然属于中等 如果你需要去到这些声音才听到 即是说你的耳朵就有中度的听力损失了 好了 那究竟什么是低频率而高音量呢 剪塑机就是一个低频率而高音量的声音 另外钢琴声和电话声都是属于中频率的高音量 最后有些什么是有高频率而且高音量呢 例如有一辆哈利Davidson的电饭 你旁边 咚咚咚咚咚咚咚的时候 如果你这样都听不到 你的耳朵真是很糟糕了 如果你的耳朵需要听到这个阶段才可以听到声音 你可能就会属于高度和严重的听力损失 听力损失除了听不到声音之外 你还会听不到人的说话 如果你是属于低频率的听力损失 你就会听不到一些m,n,d,j,g,e那些发音 如果你的听力损失在中频率那里 你就会听不到一些响音 i,a,o,c,h,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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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或者g,h,p,h 但是如果你听力损失在高频率的声音方面 你会听不到k,t,t,t,f,f,th,h,s 不同的语言都有着重不同部份的音 比如英文这样 一些高频率的音都很重要 如果你在高频率有听力损失 可能你听k,f,s,f这些音 你会困难一点 这一站就简单和大家介绍了什么叫听力损失 怎样去发现你自己有没有听力损失 还有如果有的时候我怎样可以寻求帮助 亦都解释了究竟如何去测试你的听力 还有整个听力的曲线图究竟是怎样解释 而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声音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如果你真的有听力问题 究竟有什么可以帮你 如果你真的需要购买这个坐听器的时候 政府其实有没有资助呢 还有需要多少钱 在哪里买 哪里买划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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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 如果答不到的问题我下一集就会和大家说一下 敬请留意 如果你还没订阅这个频道 订阅一下吧 还有如果你知道有什么朋友有这样的需要 不妨分享给他 我是坑家人 下次和你再聊吧 好了 这条片就到这里 请大家订阅 点赞 留言 分享给你的朋友 是这样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如果绝点赞 クメ瞧 请不吝点赞